說申請提審跟等待裁定日誕期間 被告跟律師是可以講話的嗎 就是時間大概是可以多久都限制 嗯哼 那個如果在這個積壓 還沒有積壓就是在審理的過程中 如果這個律師他是可以來申請說 要去接見這個被告的 但是這個還是要看檢察官同不同意 所以不見得說檢察官一定會同意 說這個律師可以來接見這個犯罪嫌疑人 是 那他在申請提審等待裁定 就是剛剛上午的那一段時間 他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做不可以做的嗎 就比如說可以說要 比如說要使用手機要跟律師接見 或者說他可以提出一些什麼樣子的要求 要帶一些是不可以的 因為現在申請提審是針對於逮捕這個動作 他覺得逮捕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要申請提審 那在這個申請的提審過程中 是讓法官來做審理 那在這個過程中其實犯罪嫌疑人 他還是屬於一個在一個被拘留的一個狀態 所以原則上他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包括使用手機看電腦 或者是跟外界來聯絡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 律師或許可以嘗試說要去接見這個犯罪嫌疑人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取決於檢察官他同不同意 是 那一般這個像柯文哲他是一大早就檢掉檢聯 就過去他的家裡把他帶走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這個犯罪嫌疑人 這個可能還需要一段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 雖然他不見得有辦法跟外面的律師來做一個溝通 但是律師畢竟在外面 他可能有機會來跟相關的一些當事人 或者相關的有決策者 來做一些相關的討論 包括說訴訟的策略的討論等等的 所以如果把這個時間拉長 或許來爭取時間 讓律師來擬定訴訟策略 可能是有幫助的 那以柯文哲例子來說 他這樣申請提審到今天早上開完提審 停到現在 他是不是等於說從昨天的凌晨2點多 他提出要提審之後 到後面開庭完結束 這一段時間都算他爭取到的 是 因為這個本來依據刑事訴訟法 這個如果逮捕後是要在24小時 要移送到這個相關的一個單位來審理 但是如果他現在已經申請提審了 這個時間等於是暫停的 那這個等於這段時間 雖然這個被柯文哲他不能做什麼動作 但是他其實還是有爭取到一些時間 讓這個外面的律師 有時間來擬定訴訟策略 來看怎麼樣來處理 所以其實是還是有爭取到時間 因為提審這個部分已經被撥回 那現在要往後算24小時的話 那這個時間點會落在什麼時候 因為提審的過程是不列入24小時 那現在如果提審駁回 那時間就會開始繼續的計算 但是這個24小時 只是到這個檢察官提出 羈押的申請而已 所以檢察官他在審理後 如果覺得說有這個羈押的必要 他在審理完他就是提出一個羈押的申請 那之後就等於是還是符合這個24小時的規定 目前現在大家這邊的一個最新的進度呢 就是2點到2點半左右的時候呢 檢察官會再把柯文哲找來繼續 針對案情的部分來做相關的詢問喔 不過現在大家討論的就是一個法律工方面的部分了 因為大家就好奇說為什麼柯文哲會被 叫來這邊叫這麼久的一個狀況喔 最主要就是因為呢 柯文哲昨天12點從家裡離開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屬於一個自願離開的 那如果你是自願離開的情況之下呢 等於說你要問多久就能夠問多久的情況 所以說才會在昨天應該說今天凌晨半夜的時候 柯文哲就說欸你們問太久了 問了19個小時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走的狀況 那檢方當時是認為說柯文哲你當然不能走啊 你會有串陣逃亡的可能啊 所以他們就當庭把他羈押喔 當庭應該說就是把他有這個這個串陣的可能喔 所以就把他壓了起來 所以說這個柯文哲這邊呢 也就馬上使出了一招就是呃 申請提審這件事情喔 申請提審這招只要一出來之後呢 任何的檢察官都不可以對他來做詢問 必須要等到法官這邊來去做判決之後喔 那就在剛剛10點的時候呢 雙方的人呢就針對了彼此的立場表達過了 在12點多的時候 法官最後做出了判決喔 他們認為說檢察官把柯文哲壓起來是有道理的 所以說呢這個案子就等於要繼續來審柯文哲是不能夠離開的 那柯文哲如果現在要繼續審的話 等於就是有被拘留的狀況喔 就是也就是在現在開始起算24小時 當然這24小時必須要扣除所謂的休息時間喔 等於檢察官有24個小時的時間可以來對柯文哲來問訊 到底是要最後要把他壓起來或是把他放回去這個部分呢 會在問完24小時之後來做決定 這是目前現在的一個流程 可是大家就好奇囉 那柯文哲為什麼會被問這麼久都還沒有呢 關鍵就是因為他一開始是屬於自願來到這邊的 自願來到這邊等於你要問多久都可以問多久 因此呢在網路上就有人批評啊 柯文哲你的律師也不是什麼剛出道的一個律師啊 也是一個蠻有經驗的律師 那你怎麼會讓柯文哲在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這個所謂的不要讓柯文哲就是不配合 然後因此被警方拘提 因為只要被拘提了就等於是24小時內就必須要有結果了 那以昨天的狀況來講 如果在那個時候他是屬於被拘提帶走的情況 昨天中午12點等於只能問到今天中午12點 當然要扣掉所謂的休息時間啊 等於差不多這個時候呢柯文哲就會有一個決定 到底是要繼續壓還是要繼續的把他放回去的這樣的一個狀況喔 可是就是因為沒有做出這個動作 所以讓柯文哲現在就是必須不斷的在這裡 等於從這個時刻開始等於從現在吧 待會2點的時候開始了之後才可以起算24小時喔 也就是說柯文哲至少會留在這邊 可能會至少要到明天下午之後喔 因為這中間可能還要扣掉休息時間 那勢必會再往後拖延喔 因此呢這一點呢就變成大家討論的一個焦點喔 柯文哲先生移送台北遞檢的時候 假官訓問的問題都是關於木可公司跟政治獻金的問題 但是假官訓問完之後 因為柯文哲主席表示他拒絕夜間詢問 所以假官就當庭預支逮捕 那假官逮捕的理由是因為柯文哲主席 你涉犯金華城圖利罪嫌 預支逮捕 也就是說假官是問A案 但是用B案進行逮捕 那對於台北地議院的裁定 我們會考量審慎提起抗告 謝謝 所以現在柯主席就是繼續在裡面這樣子 後續假官可能會進行偵訊 但是我們也會考量進行抗告 主席主席就是目前的心情還好嗎 主席抗壓力很強 所以目前他只還OK 對於裁定的結果這樣子 我不曉得他知不知道 但是OK 抗壓力非常高 在裡面的時候你們討論的時候 聊到他太太嗎 沒有主席主席是覺得我們律師這樣一整天被車輪戰非常疲憊 他也覺得說我們應該休息 目前大家這裡可以看到就是有小草們 是聚集在這邊要來聲援柯文哲 至於說在裡面大家是最關心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柯文哲這邊是申請提審的一個最新狀況 到底是如何呢 我們就目前掌握這個庭目前已經開完了 現在就要等法官來去做裁定了 目前我們掌握的一個最新的消息 他們當然就是針對說到底可不可以把柯文哲給壓了起來 以及把柯文哲壓了起來的理由到底合不合理喔 那就目前我們掌握柯文哲律師這邊是表達說 你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幾乎都沒有在問這個金華城的事情 大部分都在提木可的事情 那你們就把我們逮捕起來了 他們認為第一個就是他們覺得很不合理的 再來他們就表示說你們一路徵訊十幾個小時都是在講木可 那你就把它而且都沒有在談論到所謂金華城的部分 他們認為說這個就是所謂的疲勞偵訊啊 明明就是針對金華城來做逮捕 那為什麼你們都要一直來問木可這件事情呢 他們認為說你們是不是想要對我們來做疲勞偵訊 那第三個呢檢察官是有認為說柯文哲有可能有篡政啊什麼的理由喔 那不過呢他們的律師是主張說柯文哲當過台北市長 現在也是民眾黨的一個主席喔 你說柯文哲離開你們這邊之後會進行串證或者是湮滅證據等等 那個是屬於你們的預測喔 所以說你用這個理由把我們來做逮捕他們認為是不合理的 那檢察官這邊也有說喔 他說每一個罪犯都會表示說自己不會滅證自己不會逃亡 所以他們認為說要把人給壓起來 現在呢就等法官看看要怎麼樣來裁定喔 那剛剛柯文哲在停上的時候也有做一些的陳述喔 他們表示說從昨天早上七點多呢就開始搜索 而且一路詢問到半夜的一兩點 他就來嗆檢方說是不是有點妨礙人權的狀況喔 他認為說檢方你們是不是想要用所謂的一個車輪戰的方式 一個一個上來問那他就 那對柯文哲來講我就是只有一個人啊 我就只有這幾個律師而已 那面對你們這麼多檢方的人一直上來問一直上來問 而且重點是你們一直上來問的事情都是在問木可的事情 那他們就好奇難道木可的事情跟金華城的金流是有關係的嗎 不然你們怎麼可以一直問木可一直問木可的東西喔 所以說他們就覺得說你們檢方為什麼都不問重點呢 這就是他們認為說他們不應該被留在這裡的一個理由喔 好現在的重點就是要等法官看看要怎麼樣來裁定了 假設法官是認為說檢方的這個積壓是不合理的狀況嗎 那柯文哲就會直接回家就可以直接離開這邊回家喔 但是假設如果法官是認為檢方這樣的積壓是有其道理的 那這樣的話柯文哲就必須留在這邊來繼續來做訓問喔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最多的是集合照 你呢? 你呢? 我沒有想過 你呢? 你呢? 我呢? 你呢? 你呢? 我呢? 你呢? 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